正瞅着今天出什么英雄的视频呢 哈一名粉丝就把一个夏侯敦的出装摆到了我的面前 给你们看一下这套出装 顺便你们也评价一下这套出装对夏侯敦来说到底行不行 反正他跟我吹的那是天花乱坠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试一试这套出装 熟悉我的小伙伴都应该明白 我逗逗玩夏侯敦 一般都是出暴击装 功夫装 那是无尽加电刀 一砍一个准 这套出装总的来说是一个肉 所以前期我就可以大胆的来翻译 一看对面的打也是个功本武造 夏侯敦对功本武造 时零开吧 我时 他零 一级对一级他一点胜算都没有 跑过去再砍他一刀 他走了 他又回来了再用一技能挂他一下 他一个惩戒收下了红buff 我懵了 我的惩戒呢就是不放 就是不放 完了呀 对面来人了 回头再击飞他们一下 哎 果然我没了 过了18秒 我复活了 对面的人员还没有赛 还二连击破了 我上去就给他们一个一技能 然后击飞他们 刚好二级开启护盾 拿起我的大刀 抡起了蔡文基 我也来了一个二连击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终于我们来到了线杀 下后盾队杨简 十零开吧 我十 他零 一技能没刮到 那就来个护盾 反正他现在也没有大招 我们就和他硬杠 打着打着我就四级了 那他就跑不掉了 一个击飞又空了 反手就你的一个大招 锋芒毙露 算算时间 对面的红buff该刷新了 我去瞧一瞧 呀来得正好 但是龚本和探文基也来了 不慌击飞他们接大招 一个二技能 直接让他们二连击破 回头再来收拾这个红buff 这招杀人诛心 接下来我们回到了线杀 看看看看 杨简 先给他一个大招 给自己再来个护盾 刮他一下 鲨鱼咬他 大刀开始砍他 杨溜啊 再来一刀 横扫千军了兄弟们 还行 我在上路轻着兵线 蔡文基就来了 我以为他后面会有后援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 他是来和我单挑的 不是我看不起他 像他这样的 我可以打十个 就在此时 曹操来了 一个纵身穿过了我的身体 拿着他的刀 就开始扎我 不用慌 咱们先开个弧盾 他位移过后 我再给他来个大招 大刀一砍 天下无双 哎 蔡文基呢 他不是很生猛吗 怎么现在不来了 接下来杨简又来了 那我们就再虐一下他吧 一技能第一段 一技能第二段 飞刀杀脸 二技能再加个护盾 想溜啊 我放成戒了啊 好 我放了 你没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句名人所说的话 我自己硕得曾经说过 柿子还要挑软的捏 我就很同意这句话 所以我们一个大招 再来个护盾 再给他举个高高 再来一刀 又让杨简化成了122金币 我自己硕得说的话 果然 经过了这么久 我们也成长了 时间慢慢的来到了后期 在这个赛场上 我们唯一没打过的 也就是白礼守约了 好不容易看见他 那也是不负重 砍了他 回头一个大鲨鱼 又击飞两 杨简还飞到了我的面前 我回头一个大招 再给他两下 这波给他连上了 三连决胜了兄弟们 再拿下这个红buff 又是一套杀人诛心呢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西亚鲁 然后突袭白礼守约 先一个大招 再一个护盾 挂他一下 他放大招都没得用 天下无双 转头又看见了那个谁 杨简 惩戒给他减速 他还晕我他个灯 有他他还不回 他遛我呢 大招给我站住 再次把他击飞 二技能再次开启 哎 他回他了 我这个怪怪的 这个人头没了兄弟们 什么玩意儿 我自己说的 我还说过一句话 能偷袭就别和对面硬刚 所以我来了 一个大招没打中 我大意了 他有闪 不过我的一技能没空 所以我送他击飞 他也一个大招给我撂了上来 此时对面有三个人 但是打在我的身上 好像不掉血 而我又一次的把攻本击飞 蔡文姬的技能没了 看你们还怎么补血 看你们还怎么补血 杨简你有大招也得完蛋 蔡文姬你还想留一个大招定住 都是你 让这个团战打了这么久 套到你的塔下 我也一刀把你PK了 白铃手约一枪打中我 哎 好像就掉了一格血 还在塔里瞄啊 你瞄 在泉水里 他还吃醉了 他可得 不过这一波可算是大招一定了 我方的队友都来了 好了 感谢我的粉丝送来的素材 好了 我是豆豆 我行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